好 問一下 同學可以想一想看 我們的聲音是怎麼知道出來的 小薇進來上課 進來上課 真的有 我們的聲音是怎麼知道出來的 為什麼會有聲音 震動的 那我現在手在震動 請問你們聽到聲音 沒有 沒有 為什麼你聽到聲音 因為他在震動 那我震動大一點 我震動大一點 我震動大一點 請問你們誰聽到聲音 你聽到聲音 我這樣就我聽得到 你聽到是風聲 風聽過你耳朵的聲音 不是真的你手的聲音 那是碰到接觸的聲音 那就有聲音 那也是聲音 那別的方式 剛剛說震動 震動是一個好方法 請問我這樣子有在震動 為什麼有聽到聲音 一定是 因為波動太小 波動太小 波動再大一點 速度不夠快 所以 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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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穢 平衡 什么是频率 无线电的频率 还有呢 黑洞频率 黑洞频率 耳机 耳机的频率 耳机的频率 耳机的频率代表什么 不知道你们都听过看过 就结束了 评论一下频率代表什么 每时间它所作用 的次数 每时间是什么叫每时间 每秒 每秒或每小时每分钟都可以 基本上用每秒 每单位时间 每秒几次 当作一个频率 好 每秒 多少次 这就是频率 我们在听到声音的限制 是频率要越高听得见 还是频率越低听得见 频率越低 越低 越高 我觉得 我这样的频率算高 算低 算低 频率很低 你有听到声音吗 没有 你有听到声音吗 所以你没听到手的声音 没有听到声音 没有听到声音 有听到手振动的声音吗 没有 手振动它没有拍打 拍打 拍打的时候 是让它做一个微幅的震动 这个不其他就是微幅的震动 跟我手的震动是两件事 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这种声音 你听到它是瞬间 它瞬间一个要 激烈的方向就是震动 譬如我这样拍下去 它震动到这个 空气 那我的手也在震动 我的手也在震动 请问一下你有听到声音 没有 没有 所以我 如果你手振动的 手振动怎么样 很快的话大概有问题 像那个 那个电风扇 它会有 OK 电风扇是也在震动 所以听到它的声音 那你有听过 蜜蜂脂膀的声音 有 蚊子脂膀的声音 那它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 所以频率怎么样 频率是高还是低 我也是成年的 频率是高的 它速度很快 所以频率很高 我们 诶 这边有点点感觉 速度越快的 频率 似乎 越大 对不对 对 速度越大的 频率似乎越大 这是用感觉 好 那机长 是 怎么样 箭头是什么 箭头 箭头向上 对 上 对 好 好 好 那我们想看 到底什么样的频率 我们是能见的 上的耳朵呢 人耳朵的耳朵是可以 人耳朵是从20 每秒20下 到点外 这是人耳朵的范围 低于这个范围 或高外这个范围 人耳朵都听不清楚 好 那低于这个范围 像我这样子 这是1秒几下 1秒1下 估计一下 1秒1.5下 1秒大概1.5下 1秒大概1.5下 OK 1秒大概1.5下 1.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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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下 我弄了 赫兹 赫兹 对 那接下我们就讲赫兹 这个1秒几下的单位 你叫赫兹 暂地月落 蛤 暂地月落 灾地月落 暂地月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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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地月貌 暂地月落 殷刑的传统电话 他们们讲了电话的 那个根本分配 说 按你觉得封锁发出多少 便怎么通知干几天 给我交vable 他就是有些人用那个电话去 做 那个声音 做控制 电话是怎么研发出来的 电话怎么研发出来 你可以查一下,你去查網路,去查Wiki,查電話 你可以查到一些歷史介紹,危機百分 這是傳話筒 傳話筒,那不是電話 電話就是有電 好啦,大變化不正常 不要理我 他自己說不要理他 他說虎收收收什麼東西沒有,不可能成立 對,那是虎收阿 有了 對 人,生意有可能發速很高 但是,要發到,超越過說明有辦法 但是你自己也不太火出來 因為如果說你的生意已經超過20萬 兩萬元,你自己也沒有感覺 你自己有沒有感覺,你怎麼知道你發出這個聲音 電話就是可以模擬的 但是我們一般來講,可能要音感很好 音感很好,有辦法模擬這個進化聲音 我們一般來講,沒辦法模擬 一般來講,我們才知道這個聲音 這個叫超音波 這叫刺音波 低語每秒20下的叫做刺音波 那每秒幾下的單位叫做赫字 這是這個人定的出來的,每秒幾下叫赫字 那我們再去思考,這些聲音有什麼功能 只要你聽到這個聲音 我們要去醫院,要檢查你的肝 檢查你的身體內部結構 或是要看小寶寶的形狀 你會用什麼東西? 音波 用什麼樣的音波? 超音波 有一個奇怪的,會在肚子上面 超音波 他用超音波去做探測 為什麼可以超音波去探測 就好像蝙蝠飛一飛,他為什麼會做到場地 他會感受到聲音彈回來 所以聲音撞到物體會彈回來 所以蝙蝠會靠叫一聲 可能類似這樣叫一聲 然後聲音彈回來撞到我之後 他感受到這個很久才彈回來 所以就比較遠 如果他叫一聲聲音彈回來 就比較近,很快撞到了 所以他可以感受那個 接近一個物體或離開肚子 他用聲音感覺 如果把蝙蝠撞到可以吸聲音的第一方 他就可能撞到牆壁了 他就可能撞到牆壁了 沒有錯 像我們一般來講 會用這種方式的人類有在利用 譬如像什麼 像潛水艇 潛水艇在海裡面是沒有眼睛的 他沒辦法用個攝影機去看外面 到底長什麼樣 我會裝過東西 那沒辦法 這不是遜不遜的問題 他是沒有辦法 因為外面全黑的 你光照得很有限 因為比較身材的地方 事實上很有複合生物 所以光打不遠 就像晚上的時間 你拿個手電筒 你可以打100公尺 200公尺 300公尺 400公尺 可以 可以 直升界就沒剩 每個人都要打這麼亮 靠的能量很高 而且你看就是一小區域 簡單 你要打這麼亮的話 只要是手電筒 那你看潛水艇裡面 是沒有那麼多電的 所以不太可能這樣做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用一個聲納 咚 聲音又傳入去了 然後如果聲納到東西 他就會回來 聲音會再彈回來 所以他就傳了周恩 那個麥克風恩 開始接收 什麼時候那個咚 聲音會回來 然後他可以裝 這邊有石頭 這邊有什麼 我離地沒有土生 這邊有變態 還是不這樣做 還是有飛彈在包 是 不是有人用這個 在探測那個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聲波的速度很慢 就是太多了 你就探測海裡的速度嗎 發現你不要太多 太多了 太多的話 不太多聲波 聲波很慢 聲波在每秒鐘300公尺左右 你是不是有傳那個聲波出去 沒有 他沒有傳的是電筒波 停用 怎麼了 我在挖出聲納 然後那個 威武你要不要坐下 因為我在攝影機 有時候你站起來 就會卡到攝影機的角度 不好意思 然後 像我們那台只有用 潛水艇裡面用聲納 還有什麼地方會用聲納 會用這種概念 驅逐鍵啊 驅逐鍵 傳一下 我傳想知道下面有沒有 有沒有潛水艇 或是用打聲納 我身上打下去 彈回來 這時候有個東西 在下個天 打下去 彈回來已經在這邊了 我就發現 這個速度很快 而且如果體力很大 那就是一定是一個潛水艇 他用這種方式知道潛水艇在哪裡 那現在魚船又用聲納去查 我這邊魚群大 南邊有魚群 我捕捉比較好抓 魚被打到我 就逃走 魚被打到 逃走 他可能不知道這是什麼 他可能知道一個噪音 就用那個 砰砰 你知道這是什麼 什麼東西 你除了看到我在大喊 我跟你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一定跑 而且你知道 大哥 你會跑 是因為你的經驗是 可能跟爆炸有關 跟槍有關 可能那麼大聲 是跟你的一些 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能說 什麼東西 我抬起頭來看看 沒有事情 就沒有事情 沒有事情 你不知道什麼聲音 騙誰 我騙誰 我騙誰 我不知道騙誰 我騙你 老師 可以看到 有人說 那個就是說什麼 這個黑夜的叫什麼 老兵 他們都不怕大 因為大陸 你就是聽到 碰我們大陸 你就碰他一下 欸 你怎麼碰他不錯 就碰他 那麼碰他 一般來講 炮彈 泡彈 嘣一聲之後 打到你 可能要有段時間 因為大炮比較遠 可是槍 那鋸幾槍呢 這樣 鋸一槍 你聽不到鋸一槍的聲音 你說你狼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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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到你槍的聲音 如果你要 你就不用躲了 因為就是表現沒事 不然就直接打到了 所以你躲也來不及 槍聲你很難躲 不是有人閃過手槍子彈了嗎 那是電影 那不是電影 可能閃過子彈的手槍 手槍的子彈 你看到人家槍瞄著你 可以閃過去 其實有點距離的話是可以 有點距離的話 用距離 很難但是可以 日本有一個人可以通入五四刀 把那個BB彈被斷 BB彈速度很慢 看得到 BB彈的速度大概是0.30公尺 可是我真的要 不是有人拿五四刀這樣打 指彈的速度 除炮口的時候 子彈速度至少是1,000公尺 那會懂子彈的嗎 膝彈的嗎 膝彈啊 膝彈啊 膝彈跟BB彈速度差不多 這個差幾倍 所以說也可以散BB彈 差30倍 你不可能去 用五四刀彈子彈 可能 你知道 有一個 日本有一個 國來日本有一個 一個節目叫車門大玩家 他們就是 專門去採訪一些 像有人上部做出一個 空氣炮 一個很強的空氣炮 他射出了網球啊 棒球啊 是 速度快到可以把專門打穿 OK 然後 然後 據說什麼 時速到500之類的 時速500 OK 500公里 嗯 然後 有一個 他們請了一個 很厲害的一個人 就是 能練劍道的 是 然後 他揮砍的速度 也非常快 所以他們就是 想要試試砍 他能不能夠 你知道嗎 用劍 砍中射出來的那一顆棒手 然後全身都不去給我穿 OK 然後這個話就是 砍中了 對 這個就像誰來看 可是他應該是有個範圍啦 就是說 你瞄的就是這個範圍 然後 他是 站在一個類似像 比較 有個安全距離 他不會是 不會是就是 你不知道他打哪裡 你隨便亂打他 隨便亂砍的很大 不太容易啊 是 我有一個人多人 是 那到底可以飛 直彈可以飛多人 直彈一般來講 可以兩公里嘛 所以遠距離 你也說往腳 對對對 有羊小胖 大概誰 對 你一個人放兩公里 蛤 你一個人放兩公里 然後他 他這樣 他就死了 不會 不可能死啊 你在這樣 那個機率很小 你被打到機率很小 如果是機力槍 那兩公里 機力槍 大家也要看是不是 那個機力手訓練得很好啊 機力槍的射程 不只兩公里啊 他去白馬嗎 等一下 射程跟有效射程 是兩件事情好 不知道所謂的距離啊 不是說有效射程 有效射程 機力槍可能只有1000公尺 1000公尺 然後 在1000公尺以內 被瞄到就是死定 那也沒有那麼嚴重 被瞄到就是死定 1000公尺 什麼 被爆頭 沒有我被爆頭啊 應該 我覺得 所以 1000公尺 然後子彈瞄就 你那會不會輕輕 碰到你這樣 我看人家是不是差那麼多 你這樣被穿越多 不會啊 不會說1000公尺會死 1000公尺不會死 不會這樣子 那可能就是 就是 就是強度的問題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有可能 火箭筒飛車 你會知道嗎 有可能打到出不去啊 所以 火箭筒的速度 沒有比子彈快 不會 為什麼 因為火箭筒 不是靠爆炸的打 飛彈 它是靠火箭的 像充電爆一樣 所以飛彈的速度很慢 飛彈 一開始的速度很慢 但它持續加速 有沒有比子彈快 你要不要去理解它為什麼這樣做 你不要拋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嚇死 那個 那個 魚龍 你不要一直拋發問題 你去想通了之後 你後來就可以去想通 你一直拋問題 一直拋問題 我解釋 我講了 你只要一個答案 結果答對你沒有 大家沒有幫助 OK 好 GO 老師 700馬等於多少 一馬大概0.9 0.9多一點 所以就大約等一公尺 大約等一公尺 大概0.9公尺 0.9多 一馬等於三尺 好 那個 好 OK 好 先過來 越講越離題了 那個 子彈一般來講 射程就是200公尺左右 一般護槍子彈 我們在瞄準人 如果拿護槍他瞄準第一的話 就是200公尺以內的人 50公尺 公尺 200公尺已經打到大陸去了嗎 我說的是沒有到一公尺 蛤 不是說子彈剩下兩公尺 但是你兩公尺會是打不到的 它可以打那麼遠 而且 對 已經飄很多了 對對對 大概可以從台灣 台北射到這個 200公尺打到這個 我上次看的時候 市井修益 它在距離七百馬的大樓上面 有狙擊槍狙擊槍 但是那個 狙擊槍自然又中路一樣 只有距離七百馬的話 是 問題是它動漫畫人 都沒有被射穿 動漫 沒有被射穿 對 射什麼東西 只在射穿 只在射穿 射到幾位 然後幾位 射人啊 七百馬 看什麼狙擊槍吧 狙擊槍有多種嗎 對 看狙擊槍有多種 沒有被射穿 對 我不太清楚 因為狙擊槍 總有很多 我都不知道會沒有 會沒有射穿 會沒有射穿 你就是有這樣 雞彈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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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狙彈槍 為什麼狙彈槍 會有衝擊力 就是你被 然後你會再射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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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嚇到吧 衝擊力太強了 不是嚇到 衝擊力啊 衝擊力啊 他只是讓你不會死而已 你可以試試看 拿一個 拿一個 木頭 打木頭 然後變成拿 鐵錘往你身上 打 打木頭 你會不會受到 會啊 你為什麼受到 你手會麻掉了 你為什麼受到 你不是被木板擋住了嗎 對 你沒想過木板擋沒有刺 然後讓刺到什麼 什麼 隔山打 你剛剛說什麼 如果木板擋沒有刺 然後幫我打你刺 那這另外一個回事啊 他剛剛講的是 黃樂肥皮 他講到黃樂肥皮有刺 黃樂肥皮怎麼會有刺 黃樂肥皮怎麼會有刺 好 我們在 製造聲音 你一般來講怎麼知道聲音的 除了拍打之外 你的人生理怎麼知道聲音的 喔 喔 胖屁 胖屁 胖屁為什麼會有聲音 為什麼會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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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擦這個 磨擦什麼 所以是空氣磨擦嗎 空氣磨擦 磨擦肝紋 然後氣體中間就很突然 磨擦肝紋 那你會想到那個聲音是怎麼 製造出來 是氣體磨擦肝紋 那這樣 我這樣吹氣去磨擦我的手 會有聲音 因為它浪太小 然後咧 出來的速度太快 然後咧 然後摩擦就很 很磨擦 是磨擦的聲音嗎 你要想看是磨擦的聲音嗎 請教你們模仿一下 那個P的聲音 OK 這聲音是 這聲音是 空氣磨擦的聲音嗎 喔 應該是被擠下吧 剛剛他們 搞什麼 這是什麼 停停停 現在自己在講話 震動 震動 誰震動 我 屁股 屁股 屁股為什麼震動 因為這樣 好 原來講應該這樣子 他空氣出去的那一剎那呢 他很快先把皮 把那個鋼皮給張開 然後氣出去一點點壓力 這樣子它就合起來 然後又張開又合起來 又張開又合起來 他瞬間是 你懂意思 瞬間 就像你吹氣球 你把氣球吹完 放開 開 你有沒有聽過 對 他還是那個氣球出去的時候 他那個口 瞬間 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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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一個震動 你如果 真的在家裡 把一個氣球換開的話 你聽到了 應該 應該是 你這樣給他一起 你這樣玩氣球的時候 比較生怕 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不一定 我見了會這樣子 氣球就開始在家裡 到處亂衝啊 你可以撞他 你不記得讓他飛走啊 你只要讓他有聲音 你現在可以撞他 讓他飛走啊 那聲音 產生之後 怎麼從你那邊傳到這邊啊 靠空氣的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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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震動怎麼傳遞 是不是因為被擠壓 空氣 被擠壓講得非常好 然後再來呢 然後再有 所謂的震動 空氣擠壓震動什麼 所以 有沒有 所以那個鋼盆裡面 通通都是臭氣 小鋼盆震動 對啦 對於那個 李龍的問題 我不想回答 來 那個你們兩個借一下 出來一下 什麼鬼啊 借一下啦 問一個問題我就出來 就是 有沒有人放電視 電視一起分布 我可以拿你做實驗嗎 我不知道耶 我可以拿你做實驗 你看過的人知道嗎 有嗎 我想應該有時候 那個拉肚子 那個拉肚子 肚子裡面氣很多的時候 你可能會 有啊 我大便你能喝邊放地 一邊拉死 對有時候就這樣 我跟你講 一般來講 你的肚子 你會大便 就是一方面是大便太多 一方面肚子氣很多 對啊 對 對 大便全部都放地 好OK 來那個 陳余跟那個 比龍來一下 快點 我 陳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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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啦 來出來 幫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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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可能 你先出去 來 陳佑 快點 過來啦 大便 對啦 手借回家 手這樣 過來 過來過來 這像是空氣分子一樣 然後我跟你講話 我正動他 我正動他 他就打過去 他就傳過去了 他這個聲音可以傳遞 他通常的 譬如我這個轉過來 算我不是只有裝一個 我會重新裝一堆 假如這邊有一堆 我裝一個 然後傳到這邊 就傳一個 所以你的人家是會被降低的 哦 所以就越來越降低 對 翹身就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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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叫回飲 什麼叫回飲 裝回這邊 這邊裝回來 這邊如果有強力的話 我撞過去 嘿嘿嘿 撞過去 撞過去 那他就撞回來了 有撞這麼大力了嗎 好請坐 對 假如 我們中間隔的這個木 是 那代表我講話過去可能變小便 沒有錯 他有一部分被攔起來了 所以一般來講 做隔音的材料有沒有 他怎麼做隔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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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用 還真吵 當然有用 如果不裝就更吵 當然有用 如果不裝就更吵 所以 你強勁會彈好 強勁彈好 你強勁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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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這樣講 我們的聲音 哈囉 我們的聲音 發出來時候呢 去振動這個空氣 你聲音越大聲呢 這空氣震動的越劇烈 小聲 好 這聲音 這個分子 撞到任何東西 他都會把燈亮給他 假設這個是一個 很厚重的物體 撞到它之後 他聲音就吸收了很多 他在往裡面傳 就很小 所以你有沒有坐過那種車子 車門很重 整個車口很重 他整個外觀是非常重 譬如像是VOVO的車子 很厚重的車子 你在車裡面 就很少聽到外面的聲音 因為聲音幾乎進不來 可是如果車殼比較輕一點 或是整個車子 隔音效果比較差一點的話 他聲音就很容易傳遞進來 這樣還是有差別的 那通常在做隔音的話 會用一些 孔洞的東西 讓聲音進去之後 他在裡面不斷的碰撞 碰撞 碰撞就把聲音給吸收掉 好吵 那這個東西要有點重量 直接放追形不就好了 追形 追形怎麼樣 追形不是可以消音 追形會消音 尖的追形 一般來講 我會認為是這樣的孔 但是這個不當然只有追形 一般來講 可能是像禮堂 或是音樂廳那種尖的 它旁邊還有孔洞 它這邊還有一些孔 聲音是又進到空裡面去的 它進到空裡面去就被包起來 它就不太容易再出來 再加上那個東西有點重量 它重量是比較重的 所以進去之後 它就會 把大部分的能量都吸收 在它的空裡面 那每台車都這樣設定比較好 每台車都這樣設定比較好 這樣就很重 就很難跑 那你要的 就是看你的衡量 你要一公升的汽油 跑12公里 或是一公升要跑18公里 或一公升要跑3公里 當然如果你車子像坎哥一樣重的話 你一公升只有跑1公里 車子坎哥跑不了 車子坎哥跑不了 對 我也不想理你 好 我那個 玩那個香菠的消音管 等一下 誰用 去做娛樂用 不夠沒有檔 手機收起來 收起來 好 你說什麼 我玩那個香菠上面有消音管 它裡面是那個 HOME 還是 因為那是海綿弄平 那為什麼會做消音 海綿是多孔隙的東西 它聲音會進到孔裡面 就不用再出來 好 但是海綿的吸音效果 還沒那麼好 一般來的牌子都會用金屬 金屬 對 用金屬 都需要用金屬 那只是 那只是因為孔隙的關係 讓你聲音不要進去 多東西再出來 但是那 海綿本身的 吸音效果會有限 不是那麼大 最好的 還是 把你混在全都是海綿的房間裡 你講話畢端的 變比較悶一點 對 聲音會變比較悶一點 對 沒有錯 海綿是有什麼效果 像 你可以嘗試 你可以嘗試 有時候 比如說聲音太吵 你可以在家裡面 比如說 你有沒有去過一個新房間 空空蕩蕩的 就覺得聲音很大聲 回音很大 沒有 太空了 太空的聲音 回音比較大 太空 回音比較大 對 因為他沒有東西講錯 太空沒有辦法傳遞聲音 太空沒有空氣 他聲音沒有辦法傳遞聲音 什麼 我如果在太空 我拿個 你說太空 我以為說 空間太空 對 太空 我如果在太空中 我拿個鼓盪 是沒有人聽聲音的 因為他聲音從不聽 因為他旁邊沒有空氣 我們剛剛講過 在地表上 我們在空氣 我們要傳遞聲音 必須靠空氣 用別的方法 不要靠空氣了 呃 在水源 哪一個東西 靠著那個邊的 那是物體 水 空氣都可以傳遞聲音 所以我們知道 聲音的介質有 水 有 物體 有空氣 像我們用 傳承筒 剛剛那個 誰講錯電話 誰發明的 我 是你在講的 是 剛才有人講 是 是 有沒有介紹 那就拿一條繩子 就可以傳遞聲音的 我講 是你講的 兩罐子一個繩子 對 那個東西不是電話 但是那是傳聲音 它靠的就是 繩子的震動 對啊 就是繩子的震動 因為我想是這樣 假設我這樣子 我從那邊跳 我就可以聽到聲音過來 我聽不到 你聽不到 那英語沒有靠著 像古獸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 古俠小說 或者是看那個 看電影 雷公 他想知道 遠方的人 是不是過來的 他最簡單方 怎麼辦 把耳朵貼在地板上 把耳朵貼在地板上 為什麼你耳朵貼在地板上 你可能聽到聲音 可是你站起來 就會聽到聲音 因為他親近地板 會有震動 沒有錯 那其妙 他耳朵聽到聲音 貼在地板聽到聲音 他說 人快來了 我們趕快逃 因為他聽到聲音 越來越大聲 OK 沒有錯 一個是聲音 越來越大聲 第二個是 你從地板傳過來的聲音 是速度比空氣傳過來速度快的 是喔 錯耶 地板傳過來的聲音 可能一秒鐘可以傳 大概2000公尺 這有點差耶 啊 什麼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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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樣 一秒多少 一個是一秒三百 一個是一秒 聲音在空氣中 一秒三百公尺 啊 透過固體 一秒可能到2000 1000多到2000 我幫他再唱 液體裡面 在水裡面 一秒大概是1000 好 一般來講 傳遞速度是聲音 固體最快 現在是液體 現在是氣體 那越來越慢 想當然就是什麼 越真空的時候 空氣的速度就越來越傳遞了 到整個真空的情況之下 聲音就幾乎沒有要傳遞了 沒有用故理 那故理傳遞聲音是最快的 OK 那現在還有一個方式傳遞聲音最快的 更快是什麼 眨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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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靠光速沒有錯 你如果靠眼睛來傳遞訊息的話 那就靠光速 因為你的光傳到我的眼睛 這是電磁波 電磁波速度是每碼30萬公里 所以如果靠電磁波來傳遞 啊 模式密碼 模式密碼沒有錯啊 我如果靠光手電腦 亮面亮面的方式 轉遞訊號 轉遞密碼的話 你接收到訊號是很快的 不是有電爆嗎 電爆也可以 電爆也可以 對電爆也可以 電爆也是用光速前進的 電爆到底是什麼東西 電爆就是電磁鐵你知道嗎 電磁鐵 電 把電線 殘細胞線一接動 它就 汽鐵 可以吸起一個汽鐵嗎 你把這線接接接接接接 接30公里之後 在這地方又有汽鐵 開 放 開 30公里 放 你接100公里沒問題啊 我說還要接那麼遠 電爆耶 假設你現在訊息從台北 從高雄怎麼辦 所以真的假的 就從地下挖一個洞 這樣接 這樣 對啊 你說的電話線 只要是我們的電話線 家裡的電話線 全世界都是通的 所以要拉台底電纜 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啊 真的啊 你要拉一條電線從 拉一條電纜線從 從台灣拉到美國 就拉到美國 現在去各大州都接在一起了 那做多久啊 那種東西 做很久啊 很快幾年吧 我有個朋友 曾經有個朋友 他就是 負責接海靈電纜線 從頭城那邊 中華電信公司 中華電信 他們有台電電纜線 他從那邊把海靈電纜線 從那邊把海靈電纜線 從那邊接接接接接接接到美國去 美國西亞 對啊 所以有沒有從那個 先這樣看 所以 那他電纜線不是接電的 所以會跨越太平洋 會不會 他的電纜線是接光纜 所以曾經 大概在七八年前 有一年 海底電纜線斷了 海底電纜線斷了 那現在只有走光纜 現在不是走那個 真的電 光纜是什麼 光纜是一種 你家裡網路就光纜 那光纜是什麼 那我好好的慢慢說 那什麼是光纜 那什麼是光纜 光纜 解釋一下光纜 無線網路 光纜跟無線網路 都沒有關係 無線網路是電子波 是空氣中的電子波 那什麼是光纜 叫我光纜 你也不知道 所以不要跟隨便講 你家裡有光纜不見 你知道什麼是光纜 知道 誰又你知道什麼是光纜嗎 我不知道 我知道 光纜是一種素 聽我方話講 光纜是一種塑膠的纖維 光纜是一種塑膠的纖維 光從這個打進去之後 會從那邊傳出來 就是把光 我如果把手電筒對到你眼睛 開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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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可以亮面亮面 可以吧 可是 手電筒的缺點是 我必須直線對到你 可是我如果就想在那邊打光 打到隔離 叫做什麼打 光纜 我忘了 我懂了 我先把這解釋完 因為你忘了之後 你要把這解釋完 我完全懂 你懂了嗎 光的線 我也可以穿過 光纜就讓光整 對 光可以讓光 光纜是怎樣 光纜的表面 它是利用 我們後面會講到 叫全反射 叫全反射 你透過這個 這個是玻璃纖維 不是玻璃纖維 是一種 是一種塑料 塑膠材料的一切東西 透明的 哈囉 這是一種透明的塑膠材料 光在給你跑的時候 碰到它就反彈 它在那轉彎了 好有趣喔 好它轉彎 所以透過光纜 它可以在適當的趨率 就是轉彎不要太大的情況下 它可以光可以轉彎 所以我可以在這邊的光 轉到隔壁去 那同樣的 我可以把這邊的光 傳到美國去 我這邊一照 美國多久會收到這個光 所以它不會把光給吸收掉 它幾乎不會吸收掉 它的穿透率可能是99.99% 幾乎百分之百的能量會傳過去 所以它會被消失掉 就在那邊講話 你聲音會聽不清楚對不對 我如果講 走很遠 走二十公尺外 雨樓你可能就聽不清楚 我走一百公尺更聽不清楚 可是我如果拿個水管 就接到你的耳朵 我說雨樓 但是你還是聽得進來 因為聲音比較沒有被吸收掉 聲音還在管子裡面 所以為什麼醫生想聽你的心臟跳動 他怎麼聽 聽等氣對不對 他被把耳朵塞到你氣 聽等氣 聽等氣身上就是一個水管 是一個空氣的氣管 他聽到你心臟跳動 跳動的聲音 就直接透過那個塑膠管 傳到耳朵 他就很少存耗 那我現在心臟你在跳 為什麼聽到我心臟的聲音 沒有 因為這聲音沒有聽到 因為這聲音散掉了 這聲音散掉了 它們有集中 光線也是一樣 我如果用一個掃電筒照光 跟雷射照光 誰可以飛得比較遠 誰可以穿得比較遠 雷射 雷射為什麼 雷射比較集中 對不對 同樣的光線也是 那個光是非常集中的 所以我在那邊 在投層 一個光 瞬間在美國就收到耳光了 所以在拍拍拍 開光 他們說的是 亮面 亮面 他就很快收到 那一秒鐘 亮面頻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可以收到很大量 是不是 他們怎麼把光纖連到呢 是挖洞 然後在海底 這樣 不用 在海裡就不用挖洞 看你就直接放一條線下去 不會被水 不會燉 不會燉掉 剛剛那個 光纖是這麼新 光纖多新 我以為他們挖洞 如果這個白色的盒 你看到沒有 這個可能有100個光纖 哇 就是這樣 那一串的光纖可以看 然後這條光纖呢 你看的是光纖 大家知道 整個你看的是這麼粗 他說光纖的外徑約250微米 微米 微米是很小的 然後呢 他的中心 通光部分 已經為10到60微米 好 如果沒有光纖 我們就不能打過去電話 早期真的是拉電線 以前的 以前不是用光纖 以前真的用電線 或者透過衛星來傳遞 那衛星就很貴了 就很貴了 所以以前打過去電話之後很貴 現在是透過光纖來傳遞訊號 那訊號呢 這是一個國家 另外一個國家 我們透過光纖傳遞訊號 嗯 傳到遞訊號之後 從這邊這個遞訊號 怎麼倒你下去 就要這個加在這邊 那怎麼傳 來靠電線喔 或靠光纖在傳遞訊號 所以這都有中繼站 所以最早最早 剛剛不是有人講說 我們打電報 真的要拉電線拉那麼遠 拉30公里 或拉100公里 或拉300公里 對 就是要拉那麼遠 很辛苦 所以以前這工作很辛苦 所以 一樣啊 在200公里外 按電磁鐵 按開關 按 開 開 按 開 有啊 油盆會斷掉 有啊 油盆會斷掉 那怎麼修 都換掉 全換 都換掉 那邊就開始解釋 C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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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A 這是B 這是C 這是D 這模式密碼 這樣傳遞的 這叫電報 那後面當然有電話 就不需要再傳電報了 好 那我們剛剛講 聲音的傳遞 小幾種 那 傳遞的過程 事實上靠的就是波 那什麼是波 有沒有看過波 有 什麼波 電磁波 電磁波 看得到嗎 雷射波 雷射波 看得到嗎 那個波不是那個波 那個波是水疤 浴水疤疤 那個波 叫水波 那我們現在講 這個波 深波 深波你看得到嗎 你最常看到的波 是什麼 看得到的波 水波 是最常看到的水波 那個太陽太大馬路上有那個 溫度 那不是波 要熱 那是因為空氣被 熱 加熱之後空氣在 光線在裡面折射 是扭曲了 是扭曲了 那不是波 你看到什麼 剛剛之前講的 最常看到的波是水波 還有什麼波 是你常看到的 光波 光波 蘇東波 蘇東波 蘇東波不對 光波 我們不容易看到 光波是 但是不能看到 我們不容易分辨的是波 對 我們把這部分講完 它什麼波 你常看到的波 我想一想 想一想 神波 神波 可以看到嗎 神波我們辦法看到 不可能 不可能 波啊 來想一下 你叫波 對 喔唷 想一下 想一下 請問你這樣子 如果你手摸的我這樣 你會感覺到深波 對水膠 你對水膠 你對水膠 哦 感覺到 你可以感覺到這張子 你會感覺到深波 或有的震動 如果你 仔細去看的話 像我這樣講 是比較誇張一點 如果你去拿一面鼓 你去敲到那邊鼓 鼓上的聲音 應該要深波的情況 會啊 就會看到 鼓上面有波 有震動的波 你如果拿一個 吉他 彈那個旋 你看旋上有波 好 所以那就 神波 那是這種波 那是這種神波 神是很波動嗎 好 我懂了 神波 好了 我懂了 唐皇 唐皇也是一種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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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知道有種波動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下課了 好 然後請記得寫去前三題 好了 寫一寫 其他人如果你可以寫的話呢 請參考課本 把學長寫一寫 然後學長前面 就先寫上姓名 不是啊 我身體好 聲音是如何傳遞 就用光線 寫光線 聲音是用光線傳遞的 我剛剛這樣講的嗎 光線呢 我剛剛不這樣講的OK 其實你們是用光線傳遞 為什麼你不知道 會不會是不斷 像是小地方 走 感谢观看